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侨舍新闻 我是林仙怡 全美各地中华会馆联姻总会面对中国大陆频频向传统侨舍招手 他们守护自由民主的立场坚定不移 而且更选在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之际 号召各地重量级的侨舍大佬返台开会 表达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已经九年没有召开年会的全美各地中华会馆联姻总会 今年将在五月五号到五月七号召开大会 而且地点就在台北 届时十七个国家重量级侨舍大佬都会返国开会齐聚于堂 显示在面对中国大陆频频向传统侨舍招手之际 他们对守护自由民主立场还是那样坚定不移 在这场记者会上 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 也以洛杉矶侨教中心华府图书越南市经历千辛万苦 才得以重新开幕为例 来证明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海外侨胞的重视以用心 六年来楼省中华总会馆一直没有到台北去访问 今年楼省中华总会馆也要组团到台北去访问 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支持 而至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也认为 乔委会委员长吴英毅的真心诚意打动了海外侨胞的心 这个都是显示说我们中华民国乔务委员会 在我们吴委员长的主持之下 真的是很有诚意 真的是希望把这些老朋友一一的都找回来 也就是表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真的是秉持着中华文化里面有情有义的部分 全美各地中华会馆联谊总会 这次落实了吴英毅委员长上任时 找回老朋友结交新朋友政策宣誓 对待任何族群都抱持着公平公正与清廉的态度 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成果 台湾文件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